烏龜報到 小龜 小凱 龜龜系列 好 那我們昨天出門的時候呢 我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就跟著他們出去了 然後呢 結果 我就想這路徑怎麼有點怪 然後還回轉 然後結果我就想 到底是怎樣 是要去買東西嗎 還是要買吃的給我 然後呢 結果要去買烏龜 我真的嚇了一跳 這以後 龜龜系列的影片 都是我剪的 我有學的啊 每一支影片都要你剪嗎 龜龜系列 對 就是有些太累的話 一段 交給你 沒有 太累的話你就 把它剪一下 然後看一下 需不需要剪進來 進來之後再把它放進來就好了 龜龜系列都會讓你剪了 你自己要剪的齁 不用我剪齁 但是你要教我啊 對 我教你就好了 但是 像你昨天那支影片就剪得不錯啊 對 你看 你看 它摘起來了 有一天他們的河座跑出來 爬出來的距離還有這麼長哦 必須兩隻烏龜疊在一起 但是 也沒辦法哦 所以呢我只能說 乖乖乖乖 等你們講大話 今天一段早起來 要把小兵小開慢慢換水 然後我發現他們已經很比我早起來 你是說他們比你早起來 早上不是說爸爸比你早起來 是喔 對 你早上是說我比你早起來 為什麼我來發現那烏龜疼是直直的 然後現在都跑去那裡了 繼續休息 這瓜哥怎麼這麼糟了 小心抓你們出來 新的 新家 對 也不算新家 你們都拿起 那石頭一起 不用先過去 不用過去沒關係 一起洗嗎 那石頭拿出來丟在那個水槽裡 我們都拿起 那石頭 拿出來丟在那個水槽裡 我們變好多呀 我們都那麼一天晚上都在便便嗎 好像昨天晚上有睡覺啊 對啊 對呀,因為我們早睡 水 水 我怎麼要洗掉 好 再來 我 把它放回 再放 好 習慣這樣就把它放著 再來 塞 塞好塞 這一顆 就像拼拼圖一樣 欸嚕 清水 這是這個 然後這樣就 他們聽到鍋子的聲音嚇跳 呵 應該懂 我這顆石頭的設計才行 OK 過來 過來 那不然你必須叫我過來 回來 回來了 OK 那先這樣 再來呢 要回去咯 有啊有啊有 有啊有啊有 怎麼跟剛才的重量一樣 對 我裝了水狗 OK那換水就先到這邊 你們可以記得訂閱我每天晚上六點多會出現片我們講時間 掰 插機的我的咖咖咧 我也知道 你看看又來了 你看看又來了 天啊 天啊 10